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来看一部女性超级英雄电影《猫女》 帕蒂是一个普通的都市白领 在一家化妆品公司担任美术设计师 为了救一只猫 帕蒂认识了警察汤姆 两个单身人士很快就对上眼了 但帕蒂却无意间发现了老板的罪恶行径 他们准备发布一款有毒的化妆品 害年轻女孩慧容 帕蒂不慎被发现 于是老板派人将她杀人灭口 放水将她从下水道冲进了大海 然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原来帕蒂之前救的那只猫是神猫 神猫将帕蒂复活 获得新生的帕蒂获得了厉害的技能 行为举止也和猫非常相似 第二天帕蒂醒来后便忘记了之前发生的事 她在猫脖子上纸条地指引下 来到神秘女人奥菲利亚的家中 奥菲利亚家中到处食猫 帕蒂有些坐立不安 她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到那里 没说几句她便准备离开 奥菲利亚用一块猫薄荷就征服了她 帕蒂回到公司被老板疯狂找麻烦 帕蒂当着众人的面让老板难堪 然后成功地被炒了鱿鱼 回过神来的帕蒂 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被炒掉的帕蒂很快将精力投入到感情里面 到了晚上帕蒂又开始不受控制 她将头发剪短 骑着摩托车戴着眼罩 去将自己白天看中的项链偷走 第二天帕蒂醒来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她慌张地将偷来的东西收起来 为了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再次去找到神秘女人奥菲利亚 她告诉了帕蒂关于猫神的事 还告诉帕蒂她已经死了的事实 帕蒂成为了猫女 猫女可以获得无限的自由 同时也将永远孤独 奥菲利亚将猫女特有的服装拿给她 接受猫女身份的帕蒂做的第一件事 就去查自己的死亡真相 她跟着放水杀自己的员工来到一家酒吧 各种威逼利诱 从那人嘴里得知是老板的命令 她又来到实验室找医生 却发现医生已经死了 而自己也被误认为是杀人凶手 帕蒂很快便引起了汤姆的怀疑 因为她之前送汤姆的咖啡杯上写的字 和案发现场的字迹一模一样 而且就在她和汤姆约会时 游乐场的设施出了问题 她反应敏捷地救下了一个男孩 这加持了汤姆对她的怀疑 晚上帕蒂潜入老板家 她告诉老板的老婆 关于读化妆品的事 顺利从她那拿到了老板的地址 却在即将杀死老板时 被闯入的警察打破了计划 汤姆变在其中 但汤姆并不知道猫女就是帕蒂 帕蒂调戏了汤姆一番便逃走了 之后汤姆又和帕蒂继续约会 他们很快就共度粮消 但汤姆却趁此机会查探她 拿到了她的DNA样品 成功地验证了帕蒂就是猫女 这时老板的老婆给帕蒂发来消息 说要和她联手阻止自己的丈夫 谁知帕蒂去到那里 发现老板已经自杀 自己再次被陷害是凶手 原来老板的老婆 才是读化妆品的幕后黑手 原因就是她嫉妒年轻美貌的女子 帕蒂无奈只能逃走 却很快被找上门的汤姆抓走 但汤姆显然是相信帕蒂的 到了晚上 猫女附体的帕蒂从牢房逃走 和老板老婆来了场终极对决 老板的老婆最终摔下楼 死在了梯台上 帕蒂最后追寻自由而去 和汤姆分了手 如果你有一个变得自由的机会 但是需要用感情来换取 你还会愿意吗 好了 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